嘿,伙计们,我是小周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城市 它就是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市 这个城市就是按照CPU建设的 弄成横平竖直的圈起来就完事 您看看吧,这是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城市 平原多了就是好,无论如何建设都可以实现 这个城市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喜欢足球的都知道 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就在这个城市相当厉害 还参加过试剧杯呢 您看看吧,这样一个城市 它是布伊诺斯埃利斯省的首府 面积203平方公里 我圈出来的是核心区域 整个都市圈有4758平方公里 这里是一个港口城市,很富裕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这个城市如何吧 首先我们下降到CPU的核心部位 核心地区就是莫雷诺广场了 市政府以及教堂、公园、商业都在这附近 咱们先快速地浏览一下这个城市 待会儿我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伙计们,拉普拉塔是一个花园城市 森林城市 树木非常密集 景色还很优美 在遥远的国度似乎不像首都贵诺斯埃利斯那么具有吸引力 但咱们也不要忽视 这里人口有57万左右 作为省会城市不算多 这种城市规划我要告诉你是1882年建设的时候设计的 您肯定不太敢相信 您看看吧 这个教堂就是很好的证明 1884年奠基的主教堂是城市的标志 您也许会发现这个教堂怎么这么熟悉呢 哦,对的 它是模仿欧洲的科隆大教堂建设的高度112米 这个教堂可容纳14000人参观 相当的庞大 这种教堂在阿根廷有很多 这属于比较辉煌的 它周围还有很多旅馆 因为对面是市政府 所以它夜晚被装点得很漂亮 很遗憾我这个地图没有夜晚灯光的功能 没法给您展示了 教堂的对面就是莫雷诺广场 这相当于CPU的最中心 莫雷诺广场旁边就是市政厅 市政厅看起来挺一般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它是南美洲第一个规划城市中的 第一个采用电力照明的建筑 1882年11月19日 噢,我的天哪,这挺早的 后面就是商业中心了 这里的商业中心跟行政单位是混杂在一起的 有警察局、公共安全部等等部门 特别说明的是 就仅仅市中心后面这些地方就包含了两三家足球俱乐部 佩服,实在佩服 咱们一个城市都不一定有一家 它们够厉害的 这个城市的球场还非常多 待会儿我会给您详细的介绍 您看看吧 越往大西洋海岸去越多的是港口 这里是阿根廷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区 港口不大,但是挺繁忙的 工业主要是依靠石油提炼 面粉加工为主 因为您知道的 拉普拉塔平原这么大 粮食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就是拉普拉塔的整体情况 您觉得如何呢 伙计们 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这个城市的球场了 球场众多 数都数不过来 谁想踢足球 成本很低 不需要付出太多的钱 就能找到很好的场地 想想这个 再想想咱们 还有谁有心思踢足球呢 全部都在补习班呢 踢足球有出路吗 伙计们 这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体育场 名字叫拉普拉塔体育场 您看看还不错 我要是再给您看看这个城市的其他球场 您一定会感慨万千 绿色球场本来就应该属于市民的 付出少量的费用 或者是免费提供给孩子们运动 最终达到为民服务的宗旨 该多好 拉普拉塔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 让我们为热爱运动 鼓励运动 为老百姓着想的城市点赞吧 最后咱们再欣赏一下这里的大学 拉普拉塔大学非常有意思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它是开放式的大学 根本就找不到操场在哪里 跟城市的设施以及商业都融为了一体 非常个性 但是它周围的体育场 以及体育馆和公园是数不胜数的 即便你去哪里都可以找得到 不知道他们普通的体育活动都到哪里去 哼 太个性了 这是我见过的少有的大学 不知道1905年成立的 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 常年在阿甲的中上游化囊 还拿过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呢 厉害了 伙计们 这个城市距离首都仅仅45公里左右 所以属于贝诺斯爱丽丝的补充 如果住在这里的人们 真想去大城市玩玩的话 也是挺方便的 而贝诺斯爱丽丝就不需要介绍了吧 您看看就在你的眼前 我之前详细的做过这里的节目 这个城市不亚于咱们国家的城市 长度有80公里 相当霸气 好了就让我们在阿根廷的美景中 结束今天的视频吧 我是你们的老弟小周 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